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夫人 二爷为何约我来这儿啊 墨儿 日后我不在的日子 你要照顾好自己 你在说什么胡话呀 我已经让李柯打定好了一切 他会把你送到老爹的住处 之后 你就不必回来了 为什么 墨儿已经是二爷的人了 你不让我回你身边 你让我去哪儿啊 自从龙家出世之后 我每日最担心的就是你的安危 每次想起 龙家被抄家一事 我就特别后怕 所以这一次我也不想让你牵涉其中 否则 我自己也不会原谅自己 龙月你不可以这么自私 你的决定有问过我吗 夫妻之间难道不是有难同当的吗 我不同意 你同不同意已经不重要了 我向太后请了旨 太后 已经下旨 让我们合理 你说什么 二爷 二爷 就算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一起解决呀 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呀 为什么你这次这么狠心呢 二爷 二爷 此事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 李柯 在 宋夫人 夫人 请 夫人 请 夫人 夫人 属下冒犯了 夫人 夫人 你就跟李柯走吧 夫人 夫人 你听二爷的吗 夫 夫人 你 你 你 去走出你每眼 信望 李柯 日落之前 把夫人送到住住 说我在散尽心乡 作戏又在倾糖 不散着电话 却可红尘不负习家 待此时尘埃落定 皇家若能顺利抽身 我定会亲自接你回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